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晨 歡迎收睇星期二朝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沈志泰 你可能也會感受到 這兩天都是一個熱辣辣的夏日 一早早先帶大家去學取看看 我們看到陽光已經相當不錯了 如果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頭就可以看到 其實環南沿岸地區就受到一個富裕大高雅石所覆蓋 所以見到雲量都是偏少 而且日間天氣都是比較熱的 我們可以先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的預測就會是大節天晴 大家要留意早上各部地區就會有些趙雨 而日間就是天氣酷熱 最高的氣溫大概就是33度 提醒大家酷熱天氣警告現在正在生效 如果大家認識一些獨居的長者 或者長期病患者 記得要多些關心他們 風格方面就是吹和緩的西南風 這個好天的日子會去到幾時呢 可以看看一些電腦模式 我們見到富裕大高雅石 在明天會繼續支配著中國的東南部 到今個星期的後期才會稍微減弱 所以看看預測方面 我們預測明天仍然是天氣酷熱 除了一兩天各部地區就會有些趙雨 另外提醒大家 今天除了天氣熱之外 我們預計的紫外線指數 會去到極高的水平 所以大家如果會做一些互換活動 或者是互換工作的話 記得要做足防曬的措施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下次見